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最新的發現 等你和你家人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Diana你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如何用同類療法 幫助過度活躍的孩子 那我想大家都會留意到 現在很多小朋友都有這個問題 那在外國呢 那些數據就顯示了 大概會有30%的小朋友 在學校裡面是用Ritalin 這個治療過度活躍症的藥物 Ritalin大家都明白了 是一種最常用的 即是在西藥呢 在這些角度活躍的小朋友 那他們發現 原來有些學校 成成百分之三十個學童 都在用這些藥物 那好了 那大家 香港的數據呢 我就沒有什麼 沒有在手上 但在外國呢 其實這方面的書籍也很多 那我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資料 都有一本很好的書 就叫做Ritalin Free Kids Ritalin Free Kids 那一位是兩位同學療法的醫生 一個是Judith Olman 和Robert Olman O-L-L-M-A-N 那這本書呢 在我們的健康店 綠藏健康店都可以買的 那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呢 去深入了解這個課題呢 那可以就買這本書看一下 因為始終中文書呢 我們未曾找得到 尤其是用同學療法醫 那個過度活躍的書籍呢 是不是很多的 那這本呢 就是其中有好幾本 在外國 在美國呢 因為這個同學療法 比較香港 吃人很多 那所以呢 懂得用這個工具 處理這些小朋友的 醫生都很多的 那Robert和那個 Judith和Robert Olman 他這本書大概是 根據他臨床上 處理過成一千七百幾位 這類的學生的經驗 的深執呢 就寫了這本書出來的 好了 那到底問題多嚴重呢 那根據這本書的資料 他說講講美國 那在美國呢 在1990年 那都二十幾年前 那他說呢 自閉症的學童呢 就是大概有七十五萬人的 那但到1996年呢 這個數據呢 已經增加到成四百萬 那你知道呢 在美國呢 有這些自閉症的學童呢 百分之九十呢 都要用這些這樣的藥的 好了 那自閉症 我經常講十元仔 那其實大人那方面呢 其實原來呢 都是自閉症都是一直增加的 那在成年人裏面呢 在由1985年到1994年呢 原來成年人的自閉症呢 都增加了成七倍那麽多 那所以你看到呢 這個問題呢 是幾普普普化 不單止是十元仔 那個嬰兒呢 原來呢 是大人都是一樣是這麽多的 好了 那其實呢 我們知道 在十元仔的成長的時間呢 是由出生到四歲那段時間呢 其實我們的腦袋呢 是發展得很快的 是一個很關鍵的時刻的 那我偏偏呢 在這段時間呢 是往往呢 是見到那個 就是那個那個 過度匯約的初期的出現了 那有很多人都開始懷疑了 他說呢 根本呢 這類的十元仔 很多這些 過度匯約的問題呢 會不會和我們那個 普及的打疫苗注射有關呢 那我之前呢 我也和大家介紹了 另一本書呢 那本書的作者呢 都很清晰呢 是證明到 可以顯示到呢 其實呢 原來很多這些這類的 那個問題 那包括那個過度匯約呢 就是和我們十元仔呢 就是大量打這些疫苗注射的 那會做出一個症狀呢 叫做Post-Encyphalactic syndrome 就是說呢 是那個 那個 腦炎症候群 後腦炎症候群 那因為這個打針 在這段時間的打針呢 是傷了個腦 那導致呢 很多這類的 那個過度匯約的十元仔 那這個就是個關鍵時刻呢 就大概是出生呢 是到達到四歲的這個 這樣的階段的 這樣的階段的 袁耳先生啊 你剛才說到呢 出生到四歲的小朋友 腦部發展得很快啦 那他們有些什麼 跡象可以 即是令到你們判斷出 他是有這個過度活躍症呢 那其實BB在肚子裡面 那時候會不會有些什麼 其實呢 我們有時候可以看到呢 就算在那個 嬰兒在肚子裡面 或者初生嬰兒呢 有時候呢 你已經看到 他有過度活躍的傾向這個問題了 那譬如第一呢 就看到那個十分仔 是很不安啦 不停不定啦 那BB仔呢 不停地動啦 踢啦 在那個肚子裡面呢 就是經常都在那裡 掙扎啦 那這樣 出了來呢 嬰兒子經常見你抱啦 抱了之後 見你放下它啦 陰兒子又怨你抱啦 那還有呢 在那個嬰兒的床裡面呢 他們滾來滾去的 啊 經常想走出來的 那差不多呢 就一有機會呢 他都在那裡爬來爬去 那就是你都看到呢 這種這樣的 就是身體上的 不停地 不安這種的正常啦 那第一個就是眼的那個 那個那個接觸啦 那通常呢 你看到呢 這些小朋友呢 對眼睛的 就是集中看一件事的時間很短的 那很多時候呢 你跟他嬰兒子 跟他笑啊 跟他皺眉頭啊 那就是很多一般的 我們那個所謂社交裡面的 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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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都看不到的 那當然呢 你會這樣問你 那這不是很像自閉症的 是啊 那我們都很多時候呢 都看到呢 啊 自閉症的小孩子呢 都有很多是過度活躍的 嗯 好了 總之呢 就睡覺了 睡眠的質素好差啦 啊 通常呢 就常常醒啦 啊 那醒到你呢 就是照顧他的人呢 就非常之非常之辛苦的 那總之呢 這些是睡不定啦 是常常醒這樣啦 那 那還有一個症狀呢 就是就是 好 我們叫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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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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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好 food 他的眼睛就在看另一件事去玩 不断就要沉走新的刺激、新的探险 沈粉仔亦都因为很不小心 有很多冲动的动作 因此很容易受伤、有很多意外 这些通常比女孩子多 很多时候一个不小心便爬上角楼 在外国有时候沈粉仔 直接爬出窗口走上屋顶也会有 所以这些就是一个很容易有意外 一会是撞到、入医院、怜矩针 一天可能连出两次都有这个问题 做一个迹象就是常常发脾气 Tandrum 当然沈粉仔一个都会有 但如果你发现一天里面不停地发生 这个就不是人敢闭 真的要留意了 那么通常他们就发脾气 踢、咬、咬、尖叫 直接在这里抹大口 砍头落地下 或者砍头落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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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令到那个照顾他的 父母、工人是根皮力圈 有时候也很尴尬 看到沈粉仔在公共场所 大哭、大叫、砍头埋场 这个也是一个迹象 还有一个东西 沈粉仔 沈粉仔 很多时候就不需要睡觉 你知道一般的大人 沈粉仔睡觉 也是大人休息的时间 如果发现沈粉仔 眼睛精力充沛到 是不会睡觉的 这个也是一个迹象 还有你看到 沈粉仔 很多时候 会伤害其他动物 尤其是小动物 要更加小心 因为它可能做些事 令到拆死小动物 也会出现 这就是一个所谓 看到的症状 好了 到大一点了 到三岁到五岁的时候 我们叫做pre school year 就是学前的时间 你看到有很多的 那有什么迹象呢 第一个就是和你对抗 或者发脾气也好 经常说 say no say no 尤其是在公众场所 这些沈粉仔 很可能是很极端的行为 令到你很尴尬 或者带他去逛街 买菜的时候 他就大声叫 大乱踢 来到可以来到 可以来到 可以来到 来到人 搞一个很尴尬的场面 好了 那还有 我可以看到 这些 各度会的小朋友 那个 和其他人的相处 和其他人的相处 也都是有 就是很有问题的 那他通常 就 就是 十分仔很多时候 有身体语言的 那很多人 就是他们 他们在这方面 他们是 察觉不到的 那于是 你经常看到 那些人会觉得 他就是太过 就是经常搞搞搞震 和太过波士 是吧 只是太过自我中心 那这个也是 很容易看到的问题 好了 那还有 那很多时候 他们是 就是那个 很多是什么呢 是那个 暴力 和那种破坏性的行为 将那些玩具 是 搞到烂了 扔烂了 家里的家居 或者很多 就是 家里的贵族的东西 他经常都会 就是 会帮你 会帮你弄烂的 那这些 十分仔有时候 会咬 又踢 又挖人 那这些情况 好了 那做一些的情况 你会看到 十分仔 就不能够听 就是不能够跟随你的指示 做一些东西 他确实是 不听不到你 或者是不理不成的 那玩什么都好 总之是不能够做到的 好了 那当然了 这些 这些 各度会议的小朋友 在学校里面 接受到 无数那些 幼稚园的老师的投诉 频频就会看到他 就是他说 他就是 在班房里面 不停地说话 不听老师话 或者大家要睡觉 又不肯去做 或者和其他学童 打架来 频频是接受到 那些学校里面的老师 是投诉他的 那还有 还有 另外我曾经也看到 他对那些 其他学 就是同学 那些 其他儿童 和那些 那些 动物是很残暴的 很多时候会伤害它们 拔它们 挖它们 将那些小动物 虐待它们 也会有 那还有 这些小动物是很银皮 常常都搅人家 尿人家 这些是经常经常见到的情况 现在休息一会 一会儿 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平时喝的水 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刚才袁医生都提到 是小朋友出生 学前的过度活跃症的症状 其实真正问题是上学 很难搞的 是的 到一个小孩上学的时间 通常是5到12岁 在学校的情况 真正问题就会很明显 当然你要看要遇到什么问题 第一是学习方面 他阅读方面有问题 写作的问题有问题 而且要考试 通常成绩就非常非常差 这个很容易在 过度活跃的小孩看到 为什么呢 他们通常不单是过度活跃 而且他们通常 集中专注的都有问题 所以变得很难 叫他坐下静静地 写下一些东西 或者表达自己 而且很容易被集中力分散了 有其他东西搞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算那个小孩初出发的时候 成绩都不错的 但慢慢慢慢地 加以时间 那个成绩就一路一路跌 这个经常看到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 在学童的时间看出的问题 他通常不能够跟随你的指示 你叫做的事情 他要么不明白 或者他都做不到 以及你叫他做的功课 他通常都不能够完成 当然了 因为分心关系 因为在发白日梦 导致他很多问题 他们都是越来越搞 做不到 或者做到这样的 然后他就没有兴趣 结果这些小孩 往往是将本来的工作 是慢慢地完成不了 当然了 现在在学校里面 都经常叫你交功课 对吧 那这些小孩很多时候 就是交不了功课的 还有要有时候 有时候就 就知道功课 你不知西在哪里 或者是不见了的 譬如那些书 或者那个报告 那个报告卡 或者钱钱 很多时候都不见西不见东西 好了 还有一个 就很多时候 就学校的老师 也会经常都会看到 他们在学校里面 他经常是游魂的 就是他有个脑 就不知去想什么 这样的 那这经常都是看到 那还有一样 就是那些小孩 是经常呢 就是很多些 就是在那里很跳脾 在那里玩 扮小丑 这些这样的 那重复性去搞 那当然了 这些这样的行为 就是当然 表面上就好像很有趣 那但是其实呢 其实他基本上呢 就想别人去注意他 那但是呢 就当然很骚扰别人 那当然了 骚扰的程度呢 有些直接呢 就真的呢 是插了手在别人那里 是令到别人 就是在做事的人 都被他 就是被他堵乱了 那这个堵乱行为 又有突发性的行为 经常会看到的 那当然了 我都刚才说 这些小孩呢 通常在那个社交 那个意识那方面呢 社交能力很弱的 通常没什么朋友啊 好被孤立起来啊 因为呢 人家跟他沟通呢 人家很难跟他沟通的 人家很难跟他沟通的 因为想很多东西呢 他都可能都 接收不到啦 譬如人家可能呢 嫌他烦啊 叫他不要继续说啊 但是他就接收不到的 那这些很多是一种 社交的讯息的讯号 那他就完全看不到的 好了 那还有呢 这些小孩呢 通常呢 在那个体育的活动方面 玩游戏那方面呢 是比较弱的 他通常呢 就比较上 就是论顺一点 那手脚的协调方面呢 是都比较差的 那在我们的经验呢 很多时候呢 这些小朋友 我小时候呢 其实呢 他就很多时候 就没学行 就先学跑啦 还可以说呢 没学爬呢 就先学行的 那我经常很强调啦 那生粉仔呢 是一定要用 那个爬 那个运动 那个过程呢 是将身体的协调能力呢 是成立起来的 如果很多生粉仔呢 就是小时候 就没什么爬 其实很多时候呢 大过呢 是会比较乱俊一点的 就是笨俊一点的 那当然啦 很明显呢 经常都会听到老师 投诉他啦 是不是 那 那说来因为它骚扰别人啊 就是 在学校里面呢 完全没有集中的功课啦 那或者呢 是堵乱啊 这样之外之类呢 搞到呢 就老师都频频投诉的 那 还有个问题呢 差不多呢 超过一半以上的 过度会议的 审言仔呢 通常呢 有一种叫做对抗性的行为 就是它会令到你 就是和你抗衡 是吧 很容易有这些问题出现的 那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在那个 就是在那个 可以这么说 5岁到12岁那段时间呢 经常遇到的 就是你 你遇到这些问题呢 你大概你基本上知道呢 这个是一个过度会议的 小朋友 经常出现的现象啦 好了 那接着进入个青春期了 那这样 那当然呢 青春期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是大家要为大学啊 要做准备啦 是吧 那也都很多时候呢 他们有开始要 就是 识男女啦 那也都开始呢 有机会呢 是接触到那些 酒啊 或者那个毒品啊 或者性方面的这方面的接触啦 那反而呢 在这个时候呢 是更加可以看到它的问题了 那第一 你看到呢 学校的成绩跌啦 考生试都肥老啦 或者经常去班房里面都没有班房啦 经常可以说是徒学 经常去徒学呢 经常去徒学呢 这个呢 就很明显呢 而是一个很明显的迹象来的 那还有呢 他们往往呢 是对自己的自我形象呢 其实是不是那么好的 那很多时候呢 他们会感觉到呢 就会有一种情绪的抑鬱啦 啊 啊 和呢 会就是会啊 啊 会离群啦 啊 和把他们自己的内心的那种感觉啦 就是很多时候呢 就是不说出来的 嗯 那你表面呢 就觉得他呢 就好像情绪很低落 那样啦 好了 那当然了 到某个阶段呢 呢 他们这些这样的啊 抗衡性的行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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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啊 啊 那个情绪的勾露啊 啊 啊 还有反叛呢 其实呢 是越来越明显的 那很多时候呢 他们好像完全没有ым 到自己的 自己的情绪 然后就有所谓 因为是敏诊、怒怒 很多时候就会向其他人 物件发泄 会毁坏一些公物 可能导致很多意外 尤其是在外国有很多小孩 很早就16岁可以开始开车 很多时候会真的很危险 就会有些意外出现 这个时候学生很多时候 有机会接触到很多酒和毒品 所以在这个情况 你会看到这类毒品的接触 其实就会比较容易 进入他们的圈子里面 当然 如果一早就开始喝酒 吃烟 很快慢慢地出现一生的毒癮 从此而开始 那好了 有些小孩 可能出去做些part time工作 你会发现他们很多时候 工作是做不长的 做了这么长的 就找很多原因 他们就说要放弃 不喜欢 之类之类 好了 那 他们就 因为他们那个 就是 那个情绪 那个 那个 所以不定 要刺激 所以很多时候 发现这类的年轻人 他通常 喜欢听那些 很大声的音乐 喜欢开快车 甚至乎 做一些危险的东西 商店那些偷东西 那些 很多时候 就会因为他们 需要不断地沉走新的刺激 那会做了这些行为 那当然 我也解释了 很多时候 因为他们那个社交的能力 是比较弱 很多时候 他就常常觉得 是被人来到 来到 取笑 来到 来到 就是 那个 奔离他们 那所以 往往 你看到这些 这些 这样的年轻的生育仔 他某个程度上 他自己 就是躲在一边 就不同 就是离开 离开的社群 就是 变得很孤独 好了 那我刚才所说 那 其实呢 这些症状 都是跟 有 小孩 婴儿 学行的婴儿 学前的儿童 都 都学到 那其实我刚才都 大家提及 根本 现在的最近 成年人的过渡会约 其实都多很多的 多了成七倍以上的 那 那成年人的过渡会约 有些什么的 的迹象呢 往往你看到他呢 他们在工作呢 和他自己的事业那方面呢 其实有很多问题的 那当然啦 有 就是工作一定是有 那个时间表啦 是不是 有deadline啦 那他通常呢 就感觉压力很大啦 那还有呢 有时候呢 他就会慢啦 会懒惰啦 做事慢啦 是 做不起的东西啦 那或者呢 工作的时候呢 就发生厄斗啦 没办法做事啦 那还有呢 有时候 他呢 就一直不经大脑 那样讲讲讲 就是得个讲 就是空谈的东西 那还有呢 有时候呢 他们呢 就是作出的决定 就是很仓促的决定 或者是做一些 是不应该的 不适合的 的决定啦 那发现这些情况呢 你看到呢 这些人的工作 那个历史呢 是很多工的 但是没什么做得长的 那也都是啦 那如果你是 整天都失败的 社交上失败呀 工作上失败呀 那常常好像 感觉上有人来到 批评你呀 这种这样的感觉呢 当然自我形状一定都差 那好了 那到了大人的时候呢 都会看到呢 一般来讲呢 他们那个社交的 那个能力呢 都比较 比较弱一点的 好 好 朋友不多啦 那就算去到 社交的场合呢 他都觉得是 很大压力的 不是很享受的 是 不是很喜欢的 那 好了 那到了大人呢 当然啦 你们要开始要 阅读啦 学习啦 那个记忆啊 那方面呢 其实呢 在大人呢 通常都会告诉你 他学不到东西的 那头看完 那头都不记得 看着那些字呢 他都不明白 他所看到的东西的 那这个往往呢 在大人那方面呢 你也都会看到这些情况的 好了 那还有啦 好大家整人都看到啦 啊 整天不见东西 整天不记得了东西 那些东西了回去呢 带了把车出去呢 就会也不记得带回来的 去到那些派对呢 那些外套啊 漂亮的衣服呢 就留在那里 就不记得了 那当然啦 这些都是少啦 有时候呢 鎖匙也不记得啦 嗯 也不记得啦 有些重要的信啊 还有那些 最惨的信用卡 都会常常都不见的 那当然啦 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 就是很不方便的问题啦 那还有呢 他们就很多时候呢 就是absent mind 那就是 整天都是晃晃晃晃 啊 还有呢 就整天都是发白入梦 那样 那好像宋文帝也是啦 他整天都需要 不停地改变工作啊 改变的关系啊 改变的家啊 改变的家啊 常常要转屋啊 搬屋啊 找不同的东西啊 找英格你呢 隔离范香一点 那种的感觉啦 那样 那当然啦 这些成人呢 很多时候呢 他就是他 他就是没有什么成就啦 最终最终呢 他自己的 他本身的潜力呢 都是很多时候呢 都是浪费了 是 所以自己的理想呢 是往往呢 都是达不到的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家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環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网址 三个W多 H E A L T H S H O P 如果有过度活跃症呢 为什么过度活跃症会出现呢 其实呢 很多精神科医生 或者心理学家 或者很多 照顾这些 所谓 精神情绪问题的那些 那些专家 都很多时候 都认为 那个过度活跃 集中力的问题 情绪低落 或者有些 obsessive compulsive 那些 那些 强迫性的行为 其实很多这些 所谓精神的 情绪的问题 都是因为我们的 身体的 我们叫做 神经传递物质 脑里面的神经传递物质的 不平衡 我们叫neurotransmitter 通常就是血清素 或者多巴胺 多巴胺 那这些呢 这些这样的物质 通常就是 帮助我们的神经 就是 传递这些 化学的信息 由一个细胞 去第二个细胞 那样 也有很多研究 都想办法 是将 某类的神经 传递物质的问题 和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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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约 集中你的问题 的 直接的关系 那 在 美国有个大学 在Georgia 那间大学 也曾经 来到 分析 这一类的 神经的 解剖 和神经 化学 神经 那个心理学的 理论的研究 他发现 虽然 我们 去 有足够的 资料 显示 或者 看到 我们的 过度会议 的 神经 有 神经 方面 有些分歧 但是 为什么 以及 实在的 机制 其实 我们都不知道 简单来说 我经常说 这个 神经 传递物质 血清素 多巴胺 但是 如果我见到 量它 是量不了的 所以在某个程度上 很多的医学家 都不接受 虽然 他们就会用 一些 化学的 药物 来刺激 多巴胺的 出现 数量 但是 我们根本没办法 可以 测量到 在哪个程度 的 血清素 或者多巴胺的水平 是导致引发 哪种问题 所以 理论是这样 但是 根本是找不到 找不到 真正正的 化学上的 资料 支持 这种 说法 好了 在同学疗法 看 自弊症 或者看很多 问题 其实都是 很不同的 你知道西医来说 他觉得 有自闭症的问题 或者喉咙痛 因为有 链球菌的问题 或者 烤喘 通常 他们会有 不同的药物 去对付 这些 表面的症状 在同学疗法 我认为 其实很多问题 基本上 都是 能量 层面 的平衡 就是 失恥的平衡 所以 我通常 会用办法 将我们的 平衡 回复 这个平衡 就是 你的身体的能量 层面 平衡 所以很多症状 自己都会 好 就不需要 找某种药 对付某一个 某一个 问题 也有人说 其实 会不会 和那些 遗传有关呢 很多人都看到 有时候 在那个 过度 匯药 似乎有一些 遗传的关系 有些研究 甚至乎 50-80% 都有这些 关系 当时 他们就找到 一些基因 其中的基因 是控制 多巴胺的 接收站 他们都发现有这些基因 他们发现 如果是那些 疾病症 严重的那些 那些 儿童 他们通常 在这个基因方面 有些 有些 不正常的 这个基因 导致 这个人 对多巴胺方面 敏感度 是减低了的 所以 我又会用 Ratalin 这种药物 可以刺激多巴胺的分泌 排放 这个就解释到 为什么Ratalin 就是有效 这个就是 现在的西医 那方面 即对抗性医疗 是他看的 就是一个化学的 不平衡 但是 同流疗法认为 其实一个能量的 平衡更重要 就不是一个化学的 层面去处理 嗯 明白了 有些父母发现 那些小朋友 是吃完糖 或者开完派对之后呢 的第二天呢 那个情况 会更加差的哦 那原来耶鲁大学 有个报告证实了 小朋友在吃完糖的几个钟头之后呢 腎上腺就会 飙升啦 接着会出现很多问题啦 例如很兴奋啦 有那个 集中力的问题啦 那和他们是 发现原来小朋友 是吃很多那些快餐的哦 那究竟 过度活跃症 和食物有没有关系呢 那在自然疗法医生的角度啦 因为在自然疗法的 医学的训练里面呢 我都学很多有关于营养的 那我们都知道啦 现在在讲美国啦 这个资料下 美国每年 一般人呢 是每年吃的糖 一年吃多少 一年吃多少 你知不知道吃多少 一百三十磅 哇 好夸张哦 那所以呢 那除了之外呢 那些人吃那些快餐啦 吃很多的淀粉质那些 那些就是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糕餅那些 那我也都知道呢 那很多的 那些 那些家长啦 也都觉得呢 他们 宋文仔的行为啊 和学习的问题呢 和他的食物和环境的那些敏感啊 或者 salicyl 这种 的化学物质啦 那种 那种水洋酸那种啦 和有些是那些 那些 那些人工的色素啦 人工的味道啦 附加剂啦 和那个 防腐剂 那样 那大家也可能都听过 Fangol Diet 一位很出名的医生啦 那他发现呢 如果你大大地 将这种 这样的 食物呢 是限制它呢 那也都 会帮助一部分的 的的的的的 宋文仔的 那当然呢 在有些宋文仔来说啦 那 那无疑呢 就减低这些 这样的敏感的食物呢 或者减低 用那个 用Fangol的方法啦 就是减低所有 含有水洋酸的 的物质啦 譬如那个 那个 人工的色素啦 人工的附加品呢 有时候都是 很有效的 那那 那那 发现呢 有时候呢 那些家长呢 就未必需要去 再采用其他工具啦 譬如同类疗法啦 那但是我们 我们的 经验呢 虽然呢 就是飲食那方面呢 是可以加剧你那个 问题的 行为的问题呢 但其实它们 不是一个起因来的嘛 嗯 始终它都不是一个 所以呢 我始终呢 都希望呢 是用那个同类疗法 那个方法呢 是 好过呢 只是用那个改变饮食 去处理的 那当然啦 如果我们 我们看到的 这些食物的问题呢 我当然呢 会去尽量去避下啦 那但是我重心呢 都是说呢 只要我们吃一些 完整有机的食物啦 OK 但是我会发现呢 很多时候呢 沈蚊仔有这些 所谓那个 专注的 勤怀的问题 学术问题呢 虽然呢 你叫它 不要吃牛奶啦 不要吃小麦啦 或者其他的食物的时候呢 但是发现呢 其实它改变呢 都不是那么大 那还有呢 我们发现呢 就是如果 就是 一个沈蚊仔呢 其实在上学 日常生活里面呢 其实都要搞很多东西的 一之后都要起身啦 又拆牙啦 又要着身上学啦 那这样 那他已经很多东西要搞的了 那如果突然之间呢 又叫他不要吃什么 又不要吃什么呢 对他来说呢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来的 那还有呢 那还有呢 沈蚊仔呢 很多时候呢 觉得如果你在学校里面 个人都做着这东西 吃着那样东西 你突然之间呢 叫他吃东西 要特别安排的时候呢 他觉得很奇怪 对吧 也都给同学呢 就有一种很怪的眼光来看他 那还有呢 很多时候呢 就我们发现呢 如果你能够将那个 用同学疗法呢 将那个 那个小朋友呢 整体性改善他的健康呢 其实呢 他对这些这样的环境呀 食物的那些敏感呢 是越来越少的 通常呢 我们看到呢 在同学疗法治疗过后呢 很多那些 社交的问题呀 集中力的问题呀 行为的问题呀 学校成绩呀 身体上的健康呢 其实呢 是一路一路的改善的 那所以呢 我觉得呢 这些这样的改善呢 其实呢 用那个饮食的改变呢 是做不到这个效果的 那在同学疗法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 讲 就是什么病呢 出不出现呢 都很视乎那个人的 所谓的 倾向性 我们叫Susceptibility 是很强调的 因为其实呢 什么问题 什么环境都好呢 都是有些人有病 有些人就不会有病的 所以呢 是包括我们所谓 角度会药的时候呢 我也都很觉得呢 就是那个 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都是很 视乎我们 我们那个倾向性 我叫Predisposition 有没有这种 这样的Predisposition 就是这种这样的倾向性 那当然呢 角度会药这种行为呢 很多时候呢 是可以在很小时就已经可以出现了 那同学疗法医生呢 往往观察得到呢 这种的倾向性呢 是通常呢 是视乎那个 那个人的本身的体质 那很多时候呢 我都知道呢 就大部分的 一般的人呢 就遇到这些问题呢 那去身体 那个 一般的西医 那通常呢 结果呢 百分之九十呢 就是诊断了的学童呢 最后呢 都是会用那个 用那些西药去搞它的 是不是 那 用药那个 那为什么我用不用 应不应该用呢 那其实呢 很多人都都不知道呢 其实呢 就算用那种 这种西药呢 其实它的效果呢 是很短的 差不多是四个小时 到八个小时 那就是说呢 如果你用这些西药 来控制这个 那个过度活药呢 那很多时候呢 你一天呢 就要吃三次的 那所以你看到 在很多学校里面的 那些护士呢 就会不断呢 就要派药片 给那个审人仔的 譬如你四个小时 一次 早五晚就要吃 起码 就是可能要派两次 药片 起码派多一次 家里吃一次 又帮派多一次 那还有呢 这些这样的药呢 只不过是 治疗 过度活药的 某些的症状 他不会全部的症状 都处理得到的 还有呢 他那个有效率呢 大概是百分之七十的 不是十分仔 所有十分仔用了 这个药都一定是处理到的 那还有呢 你记住呢 其实他的效果呢 往往呢 都是很表面的 不是很深入的 问题的根源的 那也都知道了 任何的西药呢 都会有很多副作用 包括那个没有了胃口 焦虑 失眠 还有有一些副作用 就是一种面部的这样的 面跳啊 副作用的那些 副作用的症状 会出现 那还有头痛呢 还有那个胃痛 这些都是常见的症状 那也都可能呢 很多审人仔呢 因为吃惯这些这样的药呢 大概呢 就可能呢 就慢慢你呢 引发他再吃其他那些药物的 那记住呢 Retaline呢 是吃一小的 他不会吃吃下就会停止 现在休息一会 转头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 3W.NATURAL HEALING.COM.HK 休息完继续 愿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今天的题目是 如何用同类疗法 帮助过度活跃的孩子 那刚才我们提到西药呢 正是可以帮助到70% 对于过度活跃的小朋友 那他还有副作用 那还有呢 他那个时间是大概4至8个钟头 就要吃一次的 那都挺麻烦的 那原来同类疗法都可以帮助过度活跃的 那其实 袁医生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什么是同类疗法 可能很多人都未知 是的 那我们或者和大家呢 花小时间呢 是介绍这个 同类疗法啦 那其实同类疗法的起源呢 是大概在18世纪的欧洲啦 那当时呢 是有一个很特别的背景的 那大家可能都听过啦 放血啦 吸血虫啦 这种这样的医疗方法呢 那其实呢 当时呢 那个医疗的那个背景就是这种情况的 那有一位叫做Samuel Hannemann的医生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德国的医生 他也是一位那个化学家 也是一位呢 是药剂学家 他也是一个呢 是一个翻译的人 的专才来的 那 他可以 他可以精通呢 是七角语言的 那他当时呢 他是一位 本身是一位医生啦 作为当时的对抗性的医疗的医生 那他发现到呢 是当时他用那种吸血虫啊 用水韩 大量水韩啊 令到你呕啊 令到你呕吐啊 令到你呕吐啊 这些这样的放血啦 这些方法呢 其实呢 可以这么说呢 对病人来说呢 是医死多个医好的 那他就医生 他也都不忍心啦 去做这个工作啦 那幸好呢 他是一位一个语言学家啦 那他就精通七角语言呢 那时候开始呢 就从事呢 就是那个医疗的那个 一个翻译的工作 他就放弃了那个 那个 那个西医的做法啦 那好了 在他那个 翻译的过程里面呢 他就找到 翻译的一个资料 就是当时一位 爱丁堡大学的一位很出名的教授 就是Professor Cullen的那本书 那他本书呢 那他本书呢 就提及呢 就是 用那个 我叫金鸡纳箱 一种巴西的 Centrino Park 一种 一种树皮呢 是医治那些药疾病的 那他当时他的解释呢 就说呢 他因为呢 他是 为什么可以医治药疾病呢 就是因为呢 他那个是 味是金 还有是 有种收敬的 的特性的 就是他味道金 和收敬特性 那 因为哈尼曼本身呢 也是一位药剂 药剂学家来的 那他也都出过一本 教科书呢 是讲药物的 那他说其实呢 很多草药呢 都有这种这样的特性 就是 美甘 美苦美甘 还有呢 就有收敬的特性 那 又不见其他那些草药呢 可以淹这个 药疾病 那是Larry 这种问题呢 那 那他 他就不知为什么呢 他开始做一些实验 他开始呢 就自己呢 吃几剂这些 这样的 金鸡蜡 那 就好像说 神龙常伯草 哈哈 可能他都 认识 莊慈的 中国的医疗 那用 神龙常伯草 那我试一下 试一下 这个 金鸡蜡 那些薯皮 那有些什么反应呢 那我吃了没多久呢 他就 出现 周期性的 发难发热 是吧 那这些什么呢 这些全部都是 药疾病那些 就是普遍的 象征 那 那 跟着呢 他就会觉得 他很尖寒 尖冻 又出汗了 那他就 于是他就 停止了 停止之后呢 这个症状呢 就又停止了 那他吃了之后呢 又这个症状又出现了 那他开始 他领略到一个 很有趣的道理呢 他说呢 原来呢 某种药物之所以 能够医某种的病呢 因为这种的物质呢 是可以在一个健康的人身上呢 是制造一种 一种病症的 那如果一个病人呢 遇到这个病症呢 用回这种的物质呢 去给他用呢 他可以医治他的 那就是说呢 金鸡蜡 或者这个 这个 这个 薯皮呢 之所以 能够医疾越药疾病呢 因为呢 他是可以制造这种病症 那所以 因为他能够制造呢 所以他能够医治了 那就出现呢 这个医疗的大道理 这个这个法则呢 就叫做同类相似的法则 like cure like ok 那他也都开始呢 就形容的当时的医疗呢 是叫做对抗性医疗了 是 是 就是treatment by opposite 相反的方法 那很简单呢 有发烧便止烧 有呕便止呕 呕便止呕 呕便止呕 有痛便止痛 有发炎便消炎 那这些就是完全是一种相反 是吧 就是你这种物质呢 是对付相反来到打压 来到抑制那个病症 那所以说呢 其实我们现时所用的医疗方法呢 就是我们俗称叫西医 那其实呢 这个是一种错觉 就是不可以这样用西医 形容我们现时所用的西弱方法 因为同类疗法也是一种西方医疗来的 不是一个东方医疗来的 那它也是一种西方的医疗 也是一种西医的种 那只不过呢 大家的用的机制啊 用的法理呢 是完全不同的 嗯 同类疗法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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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中国人所称叫做 语毒公毒啦 我们大家都记得下 这种概念啦 那但是同类疗法呢 用的物质呢 其实它不是全部毒药 不是全部毒药 小部分都是有一种毒药的成分 那大部分呢 都是一种天然的草盆的植物啊 或者天然的抗石啊 抗物盐啊 或者是常见的自然界出现的物质 那好了 那 但是它用的道理呢 就是叫做同类疗法的道理 那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啦 以毒公毒 那有些物质 是能够制造病征啦 因为是毒药来的嘛 那就是毒到你有病征出现啦 那但是呢 你是不是有病的时候呢 用回一种毒药来医你呢 那克里曼呢 就几图尝试呢 不如呢 我就将这个物质呢 将它稀释一下先 比如生癌这样 那你知道啦 生癌中毒呢 就简单些 就会 嗡啊 吐啊 虚缺啊 一种严重的 好像就快死那种 那种这样的精神的状况啦 那当然啦 如果真的大量 大剂两尺呢 那真的会毒死的 那好了 那如果你用过生癌 这种毒药呢 你将它稀释到它 稀释到它 没什么成分的时候呢 那就可以有治疗的效果 而没有毒性的效果了 那于是乎呢 哈尼曼呢 就发明了一种的制药的方法啦 就是将药呢 是用一种的稀释 dilution 和呢 是secution 那叫做potentization 就是冲能 就是将药呢 稀释了之后呢 就不断呢 是撞击它 是 OK 你要撞击它 那就是说呢 你将能量呢 加到那个物质的方面 那又令到那个 物质的本身的治疗 那些能量呢 可以释放它出来 就是你一路稀释 稀释了 物质就减少了 那但是你经过的 冲能的过程呢 其实简单来说呢 是将那个药物呢 是 制造里面呢 不断地带力 撞击它 譬如那瓶 物质 用水稀释了 跟着呢 就在那个 拿一个口口的书 他当时说用过圣经 将来到 将药物呢 就敲打到圣经那里了 那这个呢 就叫做 就是叫做 potentization 那其实简单来说呢 同类疗法呢 就基于一个 叫做同类相似的原则 用一些 好稀释的药物呢 去治疗 很多的 很多种的病的 那好了 那 其实同类疗法呢 有成 250年历史的了 在今时今日呢 都有成75个国家呢 是有 有同类疗法的 的医生存在的 那 其实世界上呢 同类疗法器使用的人 是很多很多的 那 在 1993年呢 在新英龙医学雜誌呢 有一篇的文章 都很多年前 1993年呢 他说呢 在美国呢 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呢 都会 在不同的时间呢 是采用一些 所谓 另类的医疗啦 那 就是所谓治疗啦 同类疗法啦 那 那 在1990年呢 就大概有 250万的美国人呢 是用过同类疗法的 那 其中有 接近500万的人呢 是会 即是有500万的次数呢 是去看同类疗法的医生的 在其他国家呢 比如印度啊 英国啊 法国啊 德国啊 墨西江啊 以及南美洲呢 同类疗法的药物呢 同类疗法的医学呢 是很广泛地应用的 那 我也都知道呢 英国黄塞啦 在自从1830年以来呢 英国黄塞呢 都 的成员呢 都一直都是采用的 同类疗法的 那 在 英国呢 曾经有成20间 同类疗法的 的学校啦 和或者那些 part time的 course 那 其实今时今日可能都已经不止的了 那 英国的在伦敦呢 有royal london 即是王家伦敦 同类疗法医院啦 那 其实英国呢 其实仍然都有五间 医院呢 是有同类疗法的部门的 虽然呢 规模又不是说很大 但是呢 其实都有相当之多的 那 英国呢 有一个学会呢 叫做那个同类疗法的学会 society of homeopaths 那 他也都有很多一些 就是从业园的 的 的 的注册啦 那他 也都 就是如果大家是有 需要啦 去到英国啦 那你就可以去去 去询问一下 就是这个society of homeopath 里面呢 那他有一个 的注册的 就是有哪些 有些同类疗法的 的从业园在那里做事啦 那还有啊 发现呢 百分之四十二的 英国的家庭医生呢 是会曾经呢 是将病人呢 是转介给同类疗法医生的 那在法国呢 差不多有过一万一千的 法国的医生呢 都自己都会采用 同类疗法的的药的 那当时在法国呢 那当时在法国呢 有差不多有成二万间 药 就是那个 药店 也会有售卖 同类疗法的疗剂的 大家如果有机会去 欧洲旅行啦 你往往你会见到呢 其实呢 大部分的 的药店呢 都会同时呢 会有 同类疗法的药物 和一般的西药的 差不多 就是在同一个药店里面呢 都会见得到的 那在法国呢 这个资料呢 都是讲很多年前 十五二十年前的了 差不多百分之三十六的 法国的公民呢 是会用同类疗法的 那 那和呢 在法国呢 和很多欧洲国家呢 政府呢 是会资助 是保贴呢 是用同类疗法的 的治疗的 那是欧洲呢 很多学校呢 医学员呢 都有很多的 同类疗法的 课程 在美国来说呢 我知道呢 我最近有一次去美国 去上个 course 那发现呢 在美国加州呢 就有 有个 有些学会呢 就每一个月呢 都有一个课程的 大概两年左右 那 所以呢 你一看到呢 其实是很广泛的 那当然呢 最多同类疗法的 活动的地方呢 比如印度啦 印度差不多有成一百二十间 同类疗法医学院的 有差不多成过十万个 个同类疗法的 的医生在各方面行医的 所以呢 在同类疗法在美国来说呢 越来越多人用 那可以这么说呢 现在整个趋势来说呢 同类疗法呢 是属于全世界第二大医疗 有七十五个国家呢 有正式注册的 同类疗法医生的行医的 哇 原来同类疗法在世界各地都这么流行 如果香港是这样就好了 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我们今天不够时间讲完今集的题目 那原医生会继续在 下次和我们分享的 那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想找原医生会诊 可以打这个电话 25773798 或者你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去我们原网堂的网址